是要结婚了是吧 后来喝多了 又不结了 就是讲了一句气话 但是我真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 我还是想跟你结婚的 定婚期了吗当时 定了 什么时候 17年的10月2号 没结成 没有 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啊 分开了 分开多久了 分开有 大半年了 你啥时候想着 要重新追回她呀 其实我一直都有 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姑娘就这么决绝的 婚期也定了 她就跑了呢 当时你说了什么呀 大不了婚就不结了 然后她就算门就走了 我从来不相信说 一句话 一件事 就能让一对恋爱人 就这么就死 就分开 甚至马上要结婚了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们在这个 决定结婚之前 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了两年多 当时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她 追的辛苦吗 辛苦 大概追了多久 差不多一年 那个时候女生 在犹豫什么呢 她说她追的很辛苦 你在犹豫什么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本身 比她大那么多 我觉得她不够成熟 也不够单单 就是玩心还太重 如果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怕就是走不到最后 所以就是说 她在追求你的时候 你已经特别清晰地 在盘算这件事了 就这男人靠不靠谱 以后有没有 可能有未来 所以她这一年的坚持 是打动了你是吧 是的 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她一直都很坚持 我也看到她的用心 交往之后 你们俩谁提出的 要结婚呢 是我 是你提出的结婚 对 你觉得没问题是吧 是 她也挺上进的 包括就生活当中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她知道 我不喜欢吃外面的快餐 下班之后 她要是不去接我的话 她会回到家里 提前做好饭 我们广东人喜欢喝汤 她也会就是提前包好汤 等我回来 就这种日子坚持了多久啊 就是确定订婚之前 她都是这样子对我 发生改变听的意思 是在订婚之后 是吧 是的 订婚大概是 因为结婚是你提的是吧 订婚是在什么时候订的呢 订婚是在那个 17年初 这双方父母应该都介入了吧 见过 那会我就觉得 我们都谈那么久了 而且我觉得 她在事业上 逐渐逐渐也稳定了 下来 而且对我也那么照顾 我就觉得 我到这个年龄 也确实是要结婚了 但是我跟她提出来 要结婚的时候 但是她很开心 然后呢 我们就安排了 双方父母见面啊 策划那个婚期 酒席之类的事情 在这期间呢 我就发现 不知道怎么的 就越往那个婚期 那边走 她好像就逐渐逐渐 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呢 比如说 像平时生活中 我看她的手机 她看我的手机 我们俩都没有什么避讳的 那有一天 刚好我手机在充电 她去洗澡了 我也无聊 我就拿她手机去看电视 不知道怎么的 就一个人发信息 我就点开去看了 有个女的 就直接蹦跶上来 就叫她哥哥 特别的亲女 她出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好奇 我说 你怎么就突然 多了一个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可是没想到 我刚说呢 她当时就感觉 好像情绪有点激动了 她直接就说 你怎么这么来看 我的那个聊天记录啊 确实我可能有点过激 但是我觉得 你开始不信任我 所以我会做出 这样的举动 这不挺好吧 合租是两个人 都出钱是吧 不 我自己出 帮我出 不用她出钱 然后呢 然后我在郊区 我有一个老宅子 要平矮的 给笔补偿款 这都来事的 天天随着我要结婚 买房 而且房产证 还得写我们俩的名 这我就心里不痛快了 这为啥呀 这不是跟她在一起说 我也想要 自己的安全感吗 我也想给自己 要点保障啊 尤其是我这还有孩子 因为我前段婚姻吧 失败就是因为我 房子都是在她名县 车上的也是在她名县 结果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她把车房上的 全部都卖了 到最后还欠了 一百六十万的外债 当时我一分没有 我还带着俩孩子的出来的 我竟然同意说 跟她合足 我都奔着结婚去的 结果 她总对我一声一轨的 对你们在一起 共同生活了多久 一年了 你考虑过跟她结婚吗 考虑过 但是现在的要结婚的一个坎是 她想买房写她的名字 你心里就犯嘀咕了 那能不犯嘀咕吗 啊 这天天催着我 都挂嘴边上来结婚 买房子 放在这儿写她的名 这不就逼着我吗 就是逼婚了吗 那你跟人相处一年多 想不想娶人家啊 通过一年 我也有过那想法 但是呢 实际还不成熟 是 可以买房结婚 如果是结了婚 过来两个 高区住的这套房子 租出去 两个房子的租金加在一起 在孩子的学区附近 可以租一套房子住 对吗 对 就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好不好 两个问题解决了 您是不是就不跟她离了 祝你们幸福 哎呀 谢谢作严老师 这小薰尼末的 来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几天老婆回来了 打开门一看 这男人饿死了 为什么呀 他就懒到只吃他嘴边这口 连把那饼转一下吃都不会 你就快是这个懒人了 你的婚姻就如同这个现状 你自己懒得连那个饼转一转 连婚姻自己多付出一点都不愿意 你迟早会被婚姻淘汰出局 今天真的不是下婚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来到现场 我认为你还有一丝想要努力 还有一丝进步的空间 我都劝你妻子赶紧跟你拜拜 好 谢谢阎老师 你没听过那些犯罪的事情啊 而且包括他现在纠缠你 或者说花你的钱等等之类的 都是你造成的啊 你培养的啊 没有 你求人家来到你的城市就别怪人家 给你当大爷 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觉得 我放弃了上海那么高的工资 我来到河北我陪你 你不就得对我这样吗 所以妹妹我跟你讲啊 你先好好的认清自己 先好好的爱自己 尊重自己 把自己看得重要一些 再去谈感情 千万不要轻易地去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付出给他 然后现在得不到回报了 开始觉得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女生先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男人才会把你看得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这个男生你甭说爱他 或者离不开他什么的 你完全就是不甘心嘛 因为你觉得他现在好像是 因为跟他的前男友 是不是有什么瓜葛 所以你要探个纠情探个明白 因为你长得像他前男友 他才跟你在一起 你觉得凭什么呀 对吧 就是不甘心吧 所以如果咱是个爷们 就放开吧 当你决定要离开上海 去到他的城市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步 我就不计较得失 因为你要认定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输得起 更何况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没有投入什么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去挑战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曹熙 先来针对于你这个幸福心愿 做他的解释和他的助力 我很愿意去支持你的幸福心愿 六人游定制旅行 愿意去帮你去实现它 谢谢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想说我的一点感受啊 你在说你的整个这个职业故事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忽略了你 你的身上的残疾 我忽略掉了 因为我就是在讲一个年轻人 不相命运屈服奋斗的故事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在事业上 人生当中遭遇挫折的年轻人 需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你 听到你的故事 学习你的精神 谢谢你 谢谢 就他给我的感受啊 就是没有觉得他失去了双臂 他的整个思维模式 像千千万万的有追求的年轻人一样 就我们看不到他这个双臂的缺陷 当然他自己 自己有这样的精神状态 我相信 你从小一定要克服了大量的困难 尤其是克服了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看法 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说呢 我觉得你是千千万万 优秀的青年中的代表 是代表中的代表 优秀中的优秀 很敬佩你 谢谢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 我特别有同感 他刚才说就是 我很怕我每天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看着同一样的人 做同一样的事 所以你说的我特别能理解你 所以现在你已经开始 做自己的事业 真正走上创业这条路 这条路上的风景很美 然后但是他每天也不一样 但是可能会很苦 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因为你虽然换了很多的工作 但其实你的工作的核心是完全一样的 那未来我觉得你一定会走得更好 我也很希望呢 因为你可能生活不太方便 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强大的内心和工作 你可能也需要方便的生活 那我们快乐马力 时尚步行 让你更舒适方便一点 然后也能陪着你去更多的地方 看更美的风景 谢谢 你的人生相对来说 比较深刻 比较丰富 当然也希望你的这种精神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好的 祝愿你的这个幸福心愿 能够顺利成行 来我们拥抱一下 好的 谢谢 邓丽萍让我们再次相信 有梦想感挑战 精彩生活就在眼前 愿他 欢迎老位 你们俩在哪儿生活呀 济南 都在济南生活 对 都在济南 你是在那儿读书 我是在济南上大学 然后直接毕业了 在那边工作 就留下来了 对 跟他有关系吗 有 咱认识的 因为我在上大学 他在大学城附近 自己开了一家麻辣汤店 然后我就去吃饭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边要兼职吗 我本来想大学的时候 打一份兼职 然后也有一点 择外的收入 然后他说 你能干得了吗 我这边活又脏又累的 大学城人也挺多的 我说那你试试呗 然后他就让我去做了 给他留下之后 我去看小姑娘挺好的 晚上干活啥挺气息 后来我就追他了 就我也能感受到 我感冒发烧啊 他就去给我买药 然后平时 他自己就是在店里 炒菜给我吃 然后后来我们大学 就因为我要出去实习嘛 然后我是学外语的 我当时是申请 然后进了一个出国班 我就一心想着是出国的 后来遇到他了之后 我本来想两个人 本来异地就很难接受 然后这样一国的话 可能更长时间两年之内都见不到 然后两个人肯定就没有结果了 后来我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然后吧 我们学校也是就是 如果不出国的话 留在学校 跟着学校去实习是走三个城市 就北京 上海和三亚 哎呀 真不错啊 你们学校 是 我也觉得不错 但后来也是因为他 然后我想出去了之后不在济南 我们两个还是分开 然后我就跟学校老师打申请 我就申请自主实习 然后就想留在济南 后来就通过了 就在济南实习了 爱情多伟大 放弃了一切 我也放弃了 我把店转了 爬出去之后 陪他一块来的济南 你是把店转了 转了之后钱呢 钱拿去投资了 结果都没跟我商量 投资不还是在张秋投资吗 他说了我出去实习的时候 就陪我去济南 然后他偷摸的把钱 转店的钱拿去 在张秋投资 然后做餐饮 后来人家钱也没了 店也没了 被人骗了就 那不也要了吗 你还说要钱的事呢 我去 我陪他去要钱 要了两次 去一次给一钱 结果就给了两次 五万块钱就给了两钱 然后人就跑了 就再也找不着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带你来济南嘛 来济南 然后我以为他能在济南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结果他就是这一年 就是这边干两天 那边干两天 就是没有 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工作 然后也没有固定收入 他就是可能 当时自己开店 自己当老板 然后后来又觉得 给别人打工 就有点好高无远的 那不是好高无远 我是不得事吧 给别人打工 要不工作不合适 找不合适 要不人家项目中五 怎么就不合适呢 什么工作那么多 你就不能找一份 安稳的工作先做着吗 那创业那钱不挺好 创业那种多好 就是因为创业这事来的 创业都让人坑一次了 然后本来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他又想回去创业 创呗 关键现在没本钱啊 如果创业失败了 都赔进去了 还是一无所有啊 他想赔三回了 啊 啊 就说说怎么陪的 我就 我第一回都没听到 你怎么陪的呀 第一回就是一个参业公司 失误了 陪他来锦南 我把店转了 转了给人在办公室里边做文员 算是合伙一块干的 失败了啊 失败了 他不愿意我就回来了 好好好 拿了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 他本来那个时候 我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就是快递员 嗯 然后我觉得快递挺好的 也挺好的 对啊 按键即费的 然后我就全靠个人能力